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紧法作》 那就有我一組了 大家好 Thomas 我们上一集我们讲什么 上一集就是讲美帝 讲美帝 哦 我讲中美两个大国 是啊 讲美帝 那这次就回来中原了 那些外族我们不讲 回来中原 那这次 那这次想讲回朝代史的 想讲宋朝 因为我本身大学不是读历史 不过以前还没看很多书的时候 就是所谓中原王朝 那么多统一王朝 其实宋朝是比较少人讲的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因为大家觉得他比较废 因为经常被人打 然后觉得他不要打 就是说起宋朝 你想起来的关键字是有水虎转 郭靖 郭靖 杯酒式兵权 我是斯丹人 强降弱智 然后还有其他 岳飞 然后好像没有其他东西 好像大家都不想去了解宋朝 但是这个真的是 星斗市民的一般理解 我们本科的人会理解 或者我们读书回来就是 宋朝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如果纯粹说中原王朝 文化发展或者经济 都是几乎最顶盛的时候 是 所以就都讲一讲宋朝 宋朝很长的 如果你计算两宋 它是统一王朝里面第二场 第一场是东西汉 南宋也不算统一 但是它的国诈是 都三百年的 南北宋加上 国造 国造 国造加上都有三百年的 南北宋 这样 三百年怎会长得过 长得过什么 应该长不过唐朝 唐朝二百年而已 好像 不是 安市之乱之后 有三百年 是吗 有吗 我先看看 好 好 所以我们这次主要是讲北宋 宋朝只讲宋初 因为我们在这儿看一看一看 发现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都真的 因为如果你说宋朝 几乎 你是要由唐朝开始讲起的 如果你要讲 宋朝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是要由唐朝开始讲起的 是一个都真的挺长的故事来的 因为很多时候 不如你想讲的那套书 叫什么名字 好啊 我这套就是如果这次宋史 就是一个大陆的作者叫高天流云写 流云写的 因为呢 当年出了明朝那些时之后 就很多想模仿这种 就是乔底阿叔说书式的讲法 讲历史 那这本呢 是除了明朝那些时之外 叫做偏成功的 因为他都出了二十本 有些出了几本出不了下去了 那他就顾名思义是讲宋史的了 是 我那本和你的当然都差很远了 因为你们那些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有科普 有哲学普及 那你们那些叫史普 就是历史普及 或者普及历史 那我那本呢 就是我的大学毕业读文老师 曾瑞隆写的一本叫 《经略忧烟送聊战争军时灾难的战略分析》 这本书是我大学的时候的书来的 那 老师在这本书未出版之前 就急病过了身了 不过他之后还有另外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都算是遗作之一 这本书是讲关于宋初和遥国之间的一个 就是若干次经略忧烟 就是以中原的角度 经略忧烟的一个角度 这样去讲回 为什么到最后 就是宋初要走向一个战略防御 或者战略手势的问题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军事失败呢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宋朝是很弱的 但是宋初是可以很好打的 但是我们接着节目的中后段 我们会讨论多些关于战争的东西 所以这次就介绍这本书 刚刚查了唐朝是289年 未到300年 其实中原王朝很有趣 你会看到其实下一个朝代会很容易 因为上一个朝代去注重某些政策 我举个例子 曹毅被司马加散了之后 司马加是大风亲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曹毅其中一个被人散的原因 就是因为宗室力量太薄扬 所以西晋大风自己的亲族 他觉得这样可以堵塞了一些问题 结果就引起另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经常在此笑 不要此笑 其实我们经常在说 宋朝是强干弱智 是有历史原因的 那这个一跳就要跳到唐朝说了 唐朝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 唐元宗 因为其实那时候唐朝版道太大了 太多地方有战争 他和他的人开始想享乐 他就发展了一种制度叫做折道士出来 什么是折道士呢? 很简单说 就是他基本上把所有的权力都给了那个将领 那个地方的税收 无论是内政、税收、粮草征兆 甚至连出兵的权力都可以给他 那好处是什么呢? 你这个皇帝真的不用管 你在长安、洛阳 你喜欢开批就开批 喜欢揽女就揽女 不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他和独立组出来是没有分别的 而结果就引发了安市之怨 虽然安市之怨平定了 但是为了平定安市之怨 基本上那时候唐朝就出现了无数的截道士出来 而中间因为若干的截道 若干的区主要是东北那边 整天造反的那些人 他们那种造反不是打到长安 只是他们不听命令 所以中央军团就要去平息 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王朝之乱 就走了一个叫朱温的出来 他就基本上我没有记错 最后他是四驱截道士来的 就好像古华仔那样 他是四驱抓肥人来的 他就散了唐 进入那个应该是小分裂时代 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纏绕着 那时候的中原王朝的 五代是后晋、后唐、后... 不是... 梁唐、晋州 后梁、后唐、后汉和后州 他们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起家的皇帝多数都叫人 但是一旦他死了 而继位的人多数都是年幼的继位人 其他的折道士就不妥理就会造反的 所以他会不停的 就像货如轮转那样换了一个 换朝代的 这个问题是一直控制不了的 甚至乎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去到后周柴榮上场的时候 他刚刚登位那时候 北汉就打过来 就引发了高平之战 这件事就经典了 高平之战本身他们就... 因为如果输了可能被人灭国了 那时候柴榮的右翼 还有何辉 还有另一个将领 他们打了一打仗的时候就走了 你看到皇权低落到的程度 就是皇帝叫不动那些折道士 幸好那时候柴榮打赢了 但是最侮辱的是什么? 最侮辱的是 但是走了两个将领 回来请罪 他真的预了你不敢杀他 那样的 你就看到其实皇帝 在那些折道士 或者那些军阀的眼中 真是连继都不如的 所以柴榮就决定要整顿这种东西 他就想成立一套一支强劲的中央禁军 这个就是宋朝强干弱之的由来 就是因为他太多些不听话的军阀 他所以决定他要自己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 其实他的起义不是想搞到这样的 在宋朝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赵康人黄袍加身 陈翘兵变 就散了后洲 在宋朝的时候 那支禁军 我可以说 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他灭后属、平南堂 甚至乎有时要跟那时候辽国 即斯丹对他 基本上都是上风的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本身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本书也有说到 其实刚才阿添有提到 关于这个被人嘲笑强干弱智 他背后的核心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说 强干弱智是导致到宋朝职弱 或者北宋职弱的一个原因 就是有两大原因是导致 如果大家在初中有读过中史的话 都会认为北宋职弱是有两大原因的 在政策方面 第一个就是强干弱智 第二个就是纵文兴母 其实我这本书也有提过曾先生说 其实强干弱智说 并不等于国家一定会弱的 其实当时的禁军 有三种功能 一种叫在京禁军 那它当然就是恕经 就是在这个经司里面恕首的 第二就是一种叫团柱禁军 因为强干弱智会削弱宋代的对外竞争能力 其实只是假设了负担对外抗争的主要任务是G 而不是干这种这样的基础下才可以成立 但是如果既然有团柱禁军和柱迫禁军的话 只要那个干就是中央禁军够强大的话 其实概念上我们依然是看不到强干弱智是会牺牲了对外的利益 我可以举个例子 所以强干弱智的边防真正的关键影响并不在于它削凡 而是在于禁军出树之后的战役协调能力 我举个几个例子 首先赵康印就是这个宋朝的立国皇帝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 他还是一个由低做起的职业军人 例如刚才我讲的那场高评之战 就是这个赵康印的上位之作 因为他那时候柴铭的游役没了 赵康印领命带了二千兵出去顶住 还要杀回头 赵康印本身是一个猛将来的 他不会做一些令到自己国家军事能力衰弱的决定 这个是其一 其二的就是 我看这本书他讲的笑话 因为那时候五代十国 熟熟那边经常统一元又半 但是宋朝破了入熟最快的记录 我没记错过日子是37天 他就灭了后熟 所以宋朝的禁军是强大的 最初是宋初的时候是 但是呢 我觉得历史很有趣的就是 如果赵康印长命一点 可能他会弄到一套 完善了一点的制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宋太祖是赵康印 宋太宗又变成了赵康 赵光义是他改名的 赵光义 是啊 赵光义他就 其实他在这些政策上面有若干的修补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回到去 当年的开封 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一宗很奇妙的命案 我想就可能我们要化身这个金田一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传说 这个是烛光虎影 是吗 虎声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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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赵康印 赵光义 杀了他大哥来继位的 那这个是传说来的 政史上面是怎么写呢 讲赵康 赵康印死了 在皇宫那里 那跟着呢 那个太监 就走出去 他马上跑去找那时候的晋王 就是赵康 赵光义就跟他说 你要快点进皇宫 如果不进皇宫 赵康印的大子到了 你就没得做了 那时候赵光义还有一些犹疑 但是赛跑是快点的 他进了皇宫 就见了赵康印的老婆 赵康印的老婆 就说你做 所以他就计为了 所以这是司马光记录的 所以司马光的版本里面 赵康印在赵康印死的那一天 没有在皇宫那里 没有在皇宫那里 但是因为 怎么说呢 我们毕竟不能够只看一方面的证供 我们要看很多不同的环境证供 就是好像这个 是不是明星探摩南说的 提示有三个真相只有一个 好像不是 好像是第二套漫画来的 是吗 OK 提示有多少个答案只有一个 OK 赵光义他在继位之后 做了很多很匪夷所思的事 你看到的 例如其实那时候朝野 他是有些质疑的 所以他在继位五年之后 就搬了个故事出来 叫做《今季之盟》 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赵光义继位呢 因为当年我和赵康印的母亲 好像是杜太后 就害怕 赵康印的儿子小 继位之后可能被人散位 所以那时候就说明 赵康印死了 就由我赵光义继位 赵光义我死了 就由我们四弟继位 到四弟死了就由赵康印的大仔继位 那见证人是谁呢 见证人就是当时的前宰相 那时候被人散了的 叫赵浦 这个故事如果从合理性来说 是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这四个故事里面的见证人有哪几个 杜太后 赵康印 赵光义 赵浦 杜太后和赵康印死了 赵光义是受益人 他是绝对有嫌疑讲大话的 那赵浦是什么人呢 赵浦和赵康印很亲密的 赵浦在有一段时间 甚至乎是帮赵康印照顾他父亲 因为他那时候住了关义的城里面 不能出城 就派了赵浦去照顾他父亲 但是赵浦那时候被赵康印炒了 因为他贪 而结果就是赵浦这个见证人 在引证了这件事之后 他做回宰相 所以无论是 这个故事里面四位的主角 里面的两个还在生的人 都是有利益冲突的 所以我们都是 一般人都是很怀疑 这个金贵之民的真实性 因为正如我所说 赵光义继维之后 五年他才说出来 之前是完全没有人提过的 赵浦当然有 赵浦当然有他的好处 但是我的理解 赵浦之所以是回復上位 是因为他堆倒了 不是堆倒了 他搞正了他四皇宿 是 是 这个才是他真正 复华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而不是金贵之民 好 好 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怀疑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不是说过 其实这个故事都不合理的 他说因为怕 赵康人的大子太小 所以被人散围 但是其实赵康人那时候的大子 26岁了 不算很年幼的 虽然那时候全国都还没有统一 但是其实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是不合理的 是极不合理的 这是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过 理论上根据金贵之文 赵光义死了要传给他四弟 然后再传给赵康人的大子 这两个人都是分别在 之后那几年都被赵光义杀了 当然了 根据历史上就不是赵光义杀的 因为首先我们提提赵康人的大子 赵康人的大子是怎么死的呢 大概一件事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赵光义打完北汉 再打燕云十八州输了 但是其实根据 十六是 根据惯例 其实你赢了是要赏赐的 虽然你之后那场输了 但是你打北汉那场仗是赢了的 理论上你是要赏赵康人的大子 就提提他 赵光义就很大反应 赵光义就说 你这么喜欢赏 到你做皇帝那时候才赏 就是这样 根据史书写 赵康人的大子那时候很害怕 他害怕到问左右示威文有没有刀 然后左右示威说没有 他就立刻拿一把水果刀来自杀 史书记载就说赵光义听到之后 说阿侄为何你这么傻啊 我都是一时以气地说而已 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是否合理呢 作为一个都二十多岁 差不多三十岁的人 他求生意志会不会低了一点点呢 我想如果我是他 最少求阿晴先说都是说错误 那别人不原谅你才自杀 不是的 你听完皇帝发言一句晦气 你问左右拿刀 那些左右又不按住你 不问你什么事的 由得你自杀的 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合不合理呢? 我想这种想法或者这种这样的理解是对很现代 很现代 OK 固然很不合理 但是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有皇帝的年代 不是我们身处在我们身处在皇帝的年代 我们不是在皇帝隔离生活的那些人 如果生活在皇帝隔离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像我们这样想呢? 因为你要知道他们说一句话 其实就已经判了你生死了 对 但是那个问题是 我刚才提的质疑是除了他那种惊慌之外 就是左右的人不按都没有按过他 由得他自杀的 因为是皇帝决定做 其实跟赤酒没有分别的 当然赤酒更加是一种表态 但是那句话如果已经是吻含了这种内容的话 你做左右你是不敢阻止这种自杀的 因为其实你这样做 就等于你违反赵光义的决定 但是 你要搞清楚 赵光义隆兵的反应 他没有怀想赵光义那个大子死的 只是他发他晦气的 你明白吗? 因为这一句话是叛逆来的 你做皇帝再说 就是你打算抢我的位置 这句话已经是大逆来的 判了你大逆了 你明白吗? OK 但是其实又 我觉得我再阴险一些 我觉得其实是赵光义 可能有动机杀了 赵光义的大子叫赵德超 其实是杀了赵德超 再作个故事出来 我不是不同意你的说法的 只不过是你刚才提到的论点里面 是有些太过现代的思想去考虑这件事情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赵光义堆垮人真的是 不意外 那何况只是 因为他危害到他的权位 是啊 因为例如 刚才不是说过 还有个继位人 他们四弟叫赵亭美 过了几年就被赵光义逼死了 他逼死赵亭美 不是最令人惊讶 而是有个人帮赵亭美求情 然后那个人就说他瘋了 然后就废了他的太子位 没错 就是赵光义的大子 那时候想救自己的四叔赵亭美 结果不知为什么 过了一两年之后 他就瘋了 然后就被人废了太子的位 而那个叫赵元左 而赵元左其实评价值不错的 说他聪明基警 和赵太宗 就是这个赵光义 其实挺相似的 还没有为不错 打猎的时候都射中些念物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帮赵亭美求情之后 就禁止了 如果我们很阴谋论去想 即是说 就算那个是他亲生子 还要是大子 你肯帮我的正力求情 你也是我的敌人 是啊 我基本上可以同意的 赵光义是一个很 很阴险和很绝情的人 他为了自己的权威 是可以 杀尽我有其他的人 我简单来说 所以赵光义就 这样很有 我想 我说可能一千年之后的我们 都没有一千年有没有 都差不多了 有 九百多 一千年之后的 我们都很怀疑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大概猜到 那时候那些人在想什么 你会觉得这个人是 谋了自己大哥去拿个位子回来的 我想 那当然了 阴谋论又当然好听一点 是 如果你说不是 其实是金贵之闻 那有什么事情性可言呢 那我相信来有什么意思呢 我当然相信贱的事会好些 但是因为那件事实在太古怪了 即 无论他的继位和他发生了之后 几年的事实在 很难令人不怀疑 没有人同意的 我相信 虎声足影和金贵之闻这两件事 应该是 基本上都 我听我们的听众应该都会同意的 那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个师兄在论文集中 有用过这两个题材 这两件事是真还是假的 来做论文的 但是 时间很多年了 我没有翻看 其实我没有带过来那本书 所以我看不回 但是有很多学者去研究这件事 但是这样 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其实真的没有答案 就是我们倾向信哪边的意思 是啊 所以 大家听到这里就觉得 赵光义计位了就计位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有的 我们刚才说过 其实赵康人他并不想做一队弱的军队 就是个干都想强的 但是赵光义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记得我们在麦后谈的时候 就是我们弃称 他应该是宋朝的总加速师来的 他基本上做的任何决定都是错的 基本上都是 例如我举个例子 宋朝他很有趣的 北宋 他定刀开封的 是不是汴京呢 那时候叫做 是汴京 汴京 我们熟悉的统一王朝多数 要是在长安 要是在洛阳 你后期点在北京 开封其实很少被人拿来做首都 为什么呢 那个位置无险可守 为什么可能厚晋 厚汉 厚州会拿来做首都 因为那时候经历过王朝之乱 朱瘟 其实长安和洛阳都破坏了 不过 赵康仁其实见差不多统一 他是想搬首都的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开封其实不算是一个好首都来的 开封有什么优点呢 他四通八达 因为大家都明白 你做得首都 你不是很多人 很多人 你要很多食物 你的自来水 或者你河流要够充足 你才能吃水的嘛 开封的好处是四通八达 他满足到这点的 他不好处是什么呢 他基本上是无险可守的 赵康仁作为一个长期的军旅专家 因为他是这么多个统一王朝里 他是唯一一个职业军人 所以他是很不喜欢这种状况 他想迁都的 他想搬回到洛阳 他宁愿把废墟了的洛阳重建 因为洛阳他相对运输都OK 因为他都贴着一条河 另外大家都知道 我看《三国演义》都知道 有俘虏关 他是容易守一点的 赵康仁是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赵康仁是开封苦韵 他在开封 其实他的政治能量很大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经验了很多不同的 总之都是他的人 但是如果一千刀的话 他原先的政治势力被瓦解了 所以他连很多大臣去反对 他是说一句千古名言出来的 这个就是春秋的吴子说 就是说 国家的东西就在德不在险的 就不用搬的 有德行就行了 那结果之后就拿掉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关于这一点 开封冒险可守 我记得我讀书也不太上课 但是唯独登先生的这一科 他那时候教我们战略文化 他提出了 因为他本身以前博士的时候 研究宋史 之后他去了University of Arizona 读书 你知道阿里桑那是什么州 阿里桑那是默西哥的 所以有很多军事 就是有些军人在里面 他就经常去旁听一些军事的课程 结果就组合了一个科学科的一个课程 就叫比较战略文化 就是我们那时候打的课程 关于宋朝 北宋无险可守 其中这个点是引申了背后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廖朝的 军队主要是骑兵为主 因为他们是 在变成一个比较中式的 王朝政权之前 其实他们是游武民族 他们的军事体系 主要是靠骑兵 而中原王朝的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多的 就理解为是这个步兵 那根据兵种双克的概念 就是暴戚不敌 就是你赢不了骑马 你打世家的三国志大战 都是这样的 骑兵是赢步兵 步兵是赢战兵 赢谁赢骑兵 所以宋朝其实有很多老 就是有很多弓箭队 这是第一点 关于冒险可守 又不是完全是 虽然纯粹从地理上来说 纯粹从地理上来说 开封府对北 其实是我们应该叫 华中平原 还是华北平原 我不知道 总之是一个平原地带 但是其实虽然没有所谓的天险 但是可以做人造的天险 他们当时做了些什么呢 就是做了很多竹林 和做了很多类似拒马阵 那些拒马似的那些木档 中森林出来 是的 所以其实不是完全无险可守的 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人造的工作出来 是的 但是其实 这么说 都是有个关好一点的 所以他有什么后遗症呢 宋朝那对中央禁军 是越来越膨胀的 初头你当可能 十几二十万 去到北宋末年 80万禁军的 真的 因为他很依靠兵力去保护首都 而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北边一结兵 那些河他们就这样 骑马冲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赵光义这个 我们估计 他一个这么有私心的决定 其实是令到宋朝很有防御压力的 还有你养那么大的军队 也都会造成你财性压力 当然 尤其是宋朝的时候 其实 因为打仗打了太久了 基本上你可以说 都打了 可能好像都打了 有没有一百年 六七十 六七十 如果你说中间 五代十国的时候 打了很多年仗 所以其实经济残破得很厉害 也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先南后北的战略概念 当时来说 为什么南边的两个主要国家 就是后属和南唐 他们有钱 不过这里可以分享一些统一的经历 赵康人是一个很小心的人 他不打算速攻 他的习惯是怎么样 他灭了后属 他会用几年去消化后属这个地方 先再去攻击其他 例如武萍或者南唐的地方 你看到他打得很慢 他是想着慢慢慢慢来打的 不过在统一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那些人穷到怎么样 那时候五代十国中间的皇朝 当然武力比较强 因为他们多军人 他们也多自徒使 但是他们穷 他们灭后属的时候 我不是刚才说了 用了三十几天灭的 他们那些仆街冲进去 不断在那里抢东西 那些宋军是残暴到的地步 是听说有史记载 就是说他们斩了那些平民老婆的乳房围落 连赵康印听到都觉得 用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 他们冲到去不断抢 不断抢 不断抢 是啊他们冲到去不断抢 所以去到打南唐的时候 那时候赵康印对着大将 是姓宋那个 我记得是姓宋 是姓宋 那个 他千钉万筑 打还打 很抢 所以当年他打南唐的时候 他是围了很久 为什么 他怕打得太乱 他控制不了那些士兵 他们又抢了那些东西 而有后遗症的 因为我不是说过 南唐和后属是比较有钱的 宋朝初期不断抢后属的人 本来大家都知道 属地是天父之国 他们不断加税 不断收一些专利权 搞到那里文辩 你找到黄小波和李超的文辩 他们搞到一场十几万的文辩 搞到那里很乱 所以你又看到其实宋元王朝 是窮的一个什么地堡 是啊 他们不是很多钱的 那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重建过宋朝 或者是宋朝 其实花了很长时间要去建立的 宋初都要很多时间去建立的 是啊 跟着就 刚才说过了 赵光义的一个 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就否定了千刀 跟着他 我们跳个时间线去计位那里 因为赵光义知道自己得位 有些不正 大家都多数有些质疑 其实他想做一件大事的 那时候 如果你说中原 未统一有哪几个地方 第一 福建一带 姓前那家人 但是那个很容易的 你叫他回来 是啊很容易的 他下个纸叫他投降 他马上投降的 唯独哪里是比较重要的呢 北汉 北汉 其实赵康人打了很多年了 北汉大概在太原那一带 都打不下 其实赵光义 他想自己立个军工 因为他这么多年 他都是比较从事一些内政一点的工作 他是开封抚运来的 他想立个军工 希望在禁军前面 定立一些权威 所以他决定御驾亲征北汉 他是成功打了的 他做到他的大哥 这么多年都做不到的事 而结果他就做了第二个政治 决定错误就是什么呢 他拆了太原城 太原是一座终极的坚城 在那一带 他坚硬的程度是怎么样呢 他坚硬的程度就是 但是其实赵光义 他没有陷入太原城 是里面的人顶不住投降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据点 但是我不知道赵光义是因为 出于他人蚀粉 还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他怕下一个军阀会在这里割据 所以他拆了太原城 其实在战略上是错的 但是也不要紧 这个是小事 赵光义他就兴起了 他觉得我打得 因为他这次很顺利 灭北汉 我灭完北汉 我决定北伐 我要打回燕云十六州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大家知道打仗不是按键的 你的后勤 你的战略部署 是因为你的目标而决定的 你无端端这样跟着 那个目标去打 那些后勤会跟不上的 而事实也是 他呢 就打完北汉灭了 之后想去打燕云十六州 其实下面的士兵是有怨言的 因为第一我自己 我都叫做胜仗 你没有想不止 你还要我打下去 第二就是 他是有点强迫那些人去做 因为下面的士兵 都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他为了想定立一个更高的公职 他就做了人生最错的其中一个决定 就是想去打燕云十六州 因为 因为 就算那怕是他大佬赵康人 他那时候的想法是有点狠 赵康人是没有想过打燕云十六州 因为他可能他觉得成本太高了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想要存钱 存够钱我和燕云十六州回来 但是赵光义可能他想自己 青出于蓝胜于蓝 他决定向北平 那时候不是叫北平的 总之向燕云十六州进发 结果他就出来了 麦牛姐你这本书有没有讲过场仗 有 有高梁河 其实很重要是高梁河之前 其实在宋太宗的 其实这本书比较多篇幅是讲宋太宗 因为毕竟是讲军事灾难 所以讲几场主义战争 分别是高梁河战役 分别是赢的满城汇战 分别是赢的满城汇战 接着关于战略脱截的 就是这个奇构关之战 以及到最后的一段 就是讲 怎样要迈向这个战略防御的过渡 就是这个陈家谷战败 以及这个陈家谷 以及这个军事馆之战 才导致整个宋朝 会变成需要由进攻 转向防御的战略 因为他这本书是纯粹用战略 战争史和历史做跨学科的研究的 所以中间的很多政治内容 其实曾先生是没有提过的 因为如果不然就会太阔了 你这本书可能都要写一整 两三本才足够去描述 所有的东西 所以就纯粹是用战争的角度去讲 如果你说这个高梁河 其实曾先生都认为 其实这一场仗 如果当时他不上次 是有影响的 确实是有影响的 不过要搞清楚的就是 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因为有时候 你讲的就是兵贵神畜 他有几个要素决定是这样的 因为北汉一直是帮辽国 带领人战争的 每次送军来他都会帮忙的 但是特别是这次 他发觉辽军很弱 而且刚好如果我没有记住 那时候辽国的皇帝 是相对比较昏庸的 是一个出兵的好时机来的 因为其实可以这样 关于这一段 我引一段的内容 曾先生就说 要正确评评宋太宗急襲 幽州的战略其实并不容易 崔汉就认为此一事不容再举 他成此破竹之势 取之甚意 事不可实也 有大臣是认为 如果现在不打 你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不是张家辉来的 不是你现在没有 将来就会有的 这样看来就好像有些道理 不过元人收的宋史 要搞清楚 要记住 宋史是元人收的 他收宋史的原因 是用来警惕元朝的人 不是用来真正反映宋史的 就认为这是一个武室的决定 另外陆游就认为 兵已毙于四方 而幽州卒不成功 故虽得诸国 而中国之势终弱 陆游就认为 其实本来是不行的 因为本来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仗了 其实这本书我想 本来打算后一点才讲 但是讲到这一场仗 很需要关注一下 其实就是 这本书最重要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宋朝的大战略概念 和战术战役概念 本身是有conflict的 当时的宋朝大战略是想什么呢? 就是想长远 像你刚才提过宋太祖 他最初有个概念是想 不如先存多些东西 要搞清楚 虽然宋太祖可能有想过 用钱来卖 但是其实他们整个概念 主要都是想要回燕云十六州 而很不幸的是 很不幸的是 在调回燕人的角度 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他打了某一个地方 他打了某一个地方 宋太祖或者宋太宗 打了某一个地方 我忘记了是不是 对于辽国来说 是你又抢了我的地方 因为其实从柴榮开始 他有北伐的 多数都成功的 就是慢慢慢慢吃回地 所以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是你又觉得 我又觉得你抢了我的东西 你又觉得我抢了你的东西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这个地方 根本上是很难拆得到 因为不是其中一方抢了就算 就是打个比喻 其实就好像现在的乌克兰那样 乌克兰当然当然觉得 你这群人俄罗斯抢了我的东西 因为整个顿巴斯地区 你抢走了 现在克里米亚你又抢走了 但是在俄罗斯 最少是普京的立场 普京的立场 这些地方自古以来 都是我们俄罗斯文化的起源 所以那九结位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宋初的战略处境 因为刚才有提过宋初的时候很穷 所以他们有很多美兵论 有很多说暂时都不要打了 而我们期望当我们的战斗力超越的时候 到时要赢了国 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就是当时他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刚才添一节目一开始 就已经有提到宋初 其实很接受五代的余水 五代也都很直接承计这个 唐的截道史文化 而witches也都很上武 甚至乎宋太宗 宋太祖 或者柴榮 那些皇帝 是整天都预夹身争的 出去自己拿把武器就出去砍都可以的 是啊 趙康人 我不是说我们打过什么时候北汉的 他是站到前到那些下属 要拉回他 喂大哥 不要站到那么前 退后一点 这样的 是啊 所以问题就是 这帮人的战略 他们当时战略的处境 他们的大战略是期望 不要打住 但是这帮人和那帮兵 习惯的就是 我出去砍他老母 这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关系 而畜施奪烟 就是打完北汉 直接再去想修复 歐洲这一段 其实也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中间是有什么 要搞清楚就是 因为崔汉当时的主张就是 你刚刚 因为你要搞清楚 打北汉其实他不是打北汉的 他是打着辽军的 刚才有说 不是纯粹代理人战争 那么简单的 如果代理人战争 可能是辽国叫北汉去打 那就是代理人战争 现在是直接 辽国是会有事 就会派下去 就是我是借你的主场来打 我是借你的主场来打 不过就是我会派兵来的 就不是我派你打那群人 那有少少差异的 在这里 他在这里 就是打北汉的过程 是刚刚赢了 在石岭关赢了辽军 然后再消灭了北汉 两战皆胜 那么好处 那么我们就势如破竹 这样想着席取欧洲 因为辽国是很大的 就是辽朝是很大的 刚刚输完 是不是真的 那么有足够的能力去 派兵去重新驻防欧洲呢 也都很成问题 而且刚才那个队友说过 粮草调动后勤都要的 正正就是因为它在打 那些粮草是有机会 及时输送到上去欧洲的 比起你重新部署 然后拉长很长的战线 这条补级线要重新由 变州一路这样拉上去欧洲 可能因为最后是输了 当时在事前的判断 是有机会可以赢的 所以就说宁愿不掌注 先赢了欧洲 赢了欧洲 那么我作为宋太宗 我的肩膀就响太了 那我就想就不是掌注 但是我看到 赢光义呢 他真的不是很懂得打仗 因为你看到他也犯了两个错误 就是欧洲之后 他那时候在围攻城 但是呢 我们很肤浅 因为在战略上常说一句 就是违城必决 因为你要留一个缺口给人 他的战斗意志 就会低一点 因为他可以撤退 你不是想要杀人 他走是可以的 但是赢光义是围到那里 默默了拢 所以那些人就誓死抵抗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一队军在围攻城之后 其实会有一些预备兵 那些预备兵其实在周边报防 因为你怕别人欺责你的 你怕别人可能 对不起 讨论这个之前 关于前面的这一点 要有些保留 在这个案子里面 你刚才说的违城必决 虽然很普通 但是在当时的阴云十六周来说 并不必然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大部分时间违城 是因为你预当时的城 如果你不守 你不攻 你不让他走的话 他们就通常都 宁愿战死都不投降的 但是当时的阴云十六周 在很初期的时间 真的过了宋太宗 真的去到大约是这个 陈家谷之战 和后面的 糟了 一时间又忘了那场叫什么 很长的战役 军治军之战 之后才出现了一种变化 在此之前 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时段 那里的州是很容易投降的 那里的州是很容易变捷的 因为那里的人正正就是 你辽国拿了我不太久 所以其实那些人都偏向 归顺于 容易归深于中原旺朝 所以 他们想围城围到他 全家产不让他走 是因为那时候 在这场仗前前后后 或者是在后一段时间 拿到其中一个城 附近的城全部都投降的 就是根本是不需要 不需要一定要让他走 因为那些人是 是个向心力的问题 但是 刚才提到的军子馆 和这个陈家谷之后 就开始没有了这些事情 因为那些人开始觉得自己是了人 是的 就是 总之变化少了 我这本书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这可能涉及到 更加多的民族研究 但是最少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 唯成必决并不必然 因为中间太多 就是有一种新的元素在里面 OK 那他大概打了20多天左右 跟着赵光也决定 连那些预备队 就是周边报防的部队 都拉回来 攻城 那其实是 事后看一件挺错的事情 因为 你很容易被人突袭的嘛 而事实上 辽国 记住这个名字 耶律休哥 他又把握着这个机会 突击了宋朝 宋军那时候 不如我讲一下最后 即几乎最后的战果是怎样的 公元979年 宋人成敌未避 迅速进军邮州 在政治军事上 佳协有强大的声势 后世评论此役 实不移抹杀这一点 就算是辽史 都有提过 宋军一道是有三百多人登城的 当时辽亦急急扶危要灾 即是是辽史写的 所以呢 所以不是当时的速攻打这个邮州 一定是战略失误来的 或者最少不是一个判断的错误 几乎赢的了 不过就是因为 就是输给耶律德光而已 耶律休哥 他呢 那一场仗 我这本书都写到 溃盈溃升的 说当时他带着一万骑兵 一个人带两把火 一个人带两只火把 即是扮人多 晚上冲进去宋军 但是我想说那时候 就好像刚才所说 初代的宋朝军 禁军真的不是斗户 在这样的情况被人夜襲 都打了一万 没有崩溃到的 直到他发现了些什么呢 赵光仪闪了 然后整队军队就崩溃 这个高平梁之翼 高梁梁之战 就正式失败 也都我想 就再没有个机会 可以再这样北伐了 而另一个后果就是 由赵康印 其实是由柴榮开始 由柴榮开始 到赵康印 经营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 那支很强劲的禁军 在这里死了很多 而我想赵光仪 他输的状态也都是 我想是其中一个最羊衰的败将 因为他不是骑马回去开封的 因为他屁股中了自然 他是要用一辆炉车 放着他趴在路车上 回去自己那里养伤 我想这件事对他的心理压力都挺大 搞到他好像很失色 那这件事后继有什么影响呢 除了死了中央禁军之外 赵光仪因为他知道在军事上面 他已经再没有办法去树立权威 他再大幅度的提升文神的地位 例如我没有记错 我刚刚不见了那一本 就是说赵光仪那一本 在赵光仪输我回来之后 那两三届科举是人称龙门榜的 他不停提升那些平民出身的读书人 做了大臣、做宰相 他不停地提升他们那些文人 就是想利用文人的势力 去压制那帮军人去控制这个国家 当然在宋太祖 就是赵康仁的年代那时候 已经有这个倾向的 但是赵光仪因为他军事上面的失利 他更加强化了这一点 其实宋初两个皇帝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虽然他有加到 关于文人的地位 但是正式令到文人地位 越来越提高 是迟过宋太宗的年代 好的 两件事 第一 当时的武神依然是很强大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们是 好像要直到神宗年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才正式由文官做前线指挥的头 而武官变成副将 在此之前 都还是 即使不是没有高文低都好 都还是平排的 两边是平排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其实在宋太宗的年代 文武依然是很难分的 有很多文官 其实他本身是很好打的 即使他可能是透过科举出事 但是他本身是很好打的 那你很难identify 这些字是纯文官 最少在他们收视的这帮学者来说 不会这样分发 不是纯粹从科举出来 那帮就叫文官 要看其他背景 反而打后就比较多些 是这些 真是连个职咸都会高过你 在那个文官的体系 就是文官体系上面 文高武低是越来越严重 而且越来越明显 另外赵光义也做了一个决定 搞到他除了辽之外 就有另一个宿敌出来 宋人宗不是人宗 宋人宗 是 因为其实那时候 大概在中国 就是宋朝的西北 有道叫做一个定难 他们有支由外族成立的军 都叫定难军 他跟那时候五代的中元王朝 其实有点离离合合 但是其实也在宋初的时候臣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赵光义做惯了手势 因为他后来统一南边 剩下两个小政权 都真的是出封信 然后人家就来臣服 他对定难军打算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总之你来 宋朝对那些投行的人挺好的 就是建一间大屋给他们住的 他们虽然是外族 但是他们改胜利 就说你们来住 就是想吞併别人的地方 但是人家这次就不说江湖武德了 他们是造反的这班人 那结果 好呢 搞笑的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你是不是傻了 你觉得每个人都在听你说 是打你又说打得很滋 我不打你就尸戕我 那是她打也打得很滋 血寒也血寒得很滋 那结果呢 那班人呢 其实有分裂的 有些是想投降 有些就说 我不会归信中原王朝的 他们就懂之奇出来 結果他們就越打越順 因為其實遼國有幫他們的 遼國也想有另一個政權去騷擾宋朝的 那個就是西夏了 我這本書當然比較通俗一些 可能茅姐可以糾正我的就是 西夏的成立有兩個問題 第一 它使得中原缺少了戰馬的來源地 因為燕雲已經沒有了 而西北也是另一個樣子 大家要搞清楚 馬和戰馬是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打仗的戰馬 而西北就被西夏霸佔了 搞到中原 特別是宋朝的騎兵是短缺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宋朝致此之後要整兩線作戰 因為一般中原王朝有時候有些套博 但是它大部分時間都是對抗一個 比較北面強大的外族 但是現在舉個例子 如果它和遼國打仗 其實西夏是會搞它的 因為西夏和遼國是有關係的 就是它們都算是有些同盟的關係 但是如果它打西夏的時候 遼國是有機會騷擾它的 所以自此有西夏這個國家出現了之後 宋朝用兵是特別困難的 說到這裏 說到這裏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因為我們今集實在太多東西想說了 所以我們分兩部分說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今晚關於宋初的毒癮發作 去看 說法 て 這個 那個